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王正義 然後我五年前有去德國交換局這一點 然後就在那個時候就去歐洲去晃了四個國家這樣 然後我就挑一些比較少遇見的一些特別的事情 然後來跟大家分享一下這樣子 然後我是王正義 就是第一個是廉價航空 不過這幾年其實亞洲也開始出現了廉價航空 然後這個是瑞安A 就是瑞安航空這樣 它是一個愛爾蘭吉拉空公司 然後它是在澳洲廉價航空蠻有名的公司 就是這樣 它曾經有想到就是說 它為了要廉價 它曾經想要搞戰票 飛機搞戰票這樣 就是說 就是乘客這樣綁在牆壁上 然後用安全單這樣綁起來這樣站著 可是那個可能歐盟因為安全理由這樣 還沒有接受這樣子 對 他們要省錢省到這種地步這樣 我想要講的就是 亞洲的廉價航空跟歐洲的廉價航空有什麼 一同這樣子 當然相同就是省錢嘛 因為它的廉價航空就要比較便宜 可是羊毛出來的羊身上 它既然又要便宜又要安全 它就是有些東西它就要省下來 你的成本會省下來 就比如說 你那個拖運行李 要省 然後你的餐點也要省 就是你把它省成你就是坐舞車 就只有坐 然後沒有別的 其他都要省 對不對 就這樣 當然它還是安全 它還是準點 那但是它的機場 就是地點就很遠 就可能不是主要的機場 像我那時候去德國 從德國飛到輪敦的話 就不是那個西西諾機場 是另外一個叫斯丹斯的機場 那個機場就是要再作為市區 又要花一個小時 就是很偏遠的一個機場 就是很偏遠的一個機場 然後那個 就是因為它要節省成本 所以就是說 基本上已經不用退票了 就是我那時候曾經有改行程 但是你改行程 好像很麻煩的樣子 我改最後那時候那張票大概700塊 我就直接放棄另外拿新的一張這樣子 就是 就是 退票很麻煩這樣 然後找鳥票 就是說 他們可以在很早很早很之前 六個月一年之前 就開放了 開放你去買 然後那時候一開始價格非常便宜 這樣子 然後 我自己買過20歐的 就是 八、九百塊的聲音士機 但是我有聽過更便宜的 就是 我有聽過那種5歐的 從德國飛到瑞典斯德哥 這麼長一句 5歐這樣子 然後那個 我朋友就說 其實本來沒有要去 但是看到這麼便宜就買了 對 但是它的特點就是說 它既然這麼 那個它 票價這麼便宜 所以它就提早買 那它就賺那個 你如果後來改的行程 你就 它就賺到這個錢 然後不然就是說 它可以提前六個月半年的那個 你收的那個錢存起來 就是 多少賺一點金錢 類似這樣子 類似這樣子 然後我想要講個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 歐洲的廉價航空 真的很便宜 那個 我剛剛有講 就是 便宜都很誇張 就是一千塊以下那種 然後 我那時候 去馬來西亞 我做那個雅航 去沙巴 然後花了八千多塊這樣 我就覺得 這哪叫廉價航空 然後另外一個是 改期 就是 一樣剛剛我那個去沙巴那個 我居然被改期 就是我原本是訂這一天 然後它後來 就給我一個E-mail說 他們這個還只是取消的 所以你去換 你去選其他日期 我覺得這個對於 遊客很不准種這樣子 就歐洲的影響好像 不會發生這種情況這樣子 但是 我畫 就是 就是它的那個 欸怎麼講 旅客區 是有寫到 有可能這種狀況發生 所以就 很神證 然後另外一個 很特別的事情就是 火車開上船 就 又買了一張火車標 然後坐一坐 欸奇怪有沒有跑到船上來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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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這個火車是 從德國到丹麥 然後有一段是會過海的 所以他們就設計了 就是火車開開開開開 然後開到船上去 然後這個船再接火過海 然後到那邊 火車再下來繼續開 這樣子 對對對 然後我就特別為了想要做這顆 然後我就不是用飛的過去 這樣 我就坐火車過去這樣 然後一開始這一張視頻 有沒有看到這個德國的國旗這樣子 然後後來 同一艘船 欸!換了國旗 明天到丹麥了 這樣子 所以又換了丹麥的國旗 這樣子 然後那個 因為有跨海 就是到另外一個國家這樣子 所以裡面還有免稅商店 船上有免稅商店 這樣子 然後 然後 我們 我們到 就是 坐船的時候 我們是要離開那個火車的車廂 這樣子 這個有土有真相 這個火車的車廂 是在這個船艙裡面 這樣子 所以它應該是有一個鋪一個滾道 然後 也有 也是開車就是 要跨海 這樣子 一個蠻 蠻特別的經驗 但是 就是 就是 因為坐火車 所以我剛剛都知道花了十幾個小時 就是 從半夜三點多 然後坐到丹麥已經晚上 非常的久 那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搭便車的比賽 嗯 就是 相信大家都知道 就是歐洲是很盛行搭便車 Pitch Hiking 這個 這個 國式這樣子 不過大家應該 後多後少可能 自己也有搭便車的經驗 那我想要講的是 就是說 我有 就是 有 就是有 有姓就參加一個叫做搭便車比賽 這種東西 這樣子 德國有一個搭便車的協會 這樣 這個協會呢 那時候到我 居住的那個城市 叫卡蘇洛爾去辦了第二屆的搭便車比賽 這樣 然後 他們第一屆的時候是在德國國裡 然後 那時候的陸地地地點是跨國到波蘭的一個叫波茨南的地方 這樣子 然後我第二屆從我那個城市出發 他也有掛了 這樣 這個是那個 目的地的 國家的照片 這個燈太亮 看不得清楚 看不得越來越成道 我們那時候 就只有被告知說 你要帶護照 所以就知道要跨到另外一個國家 這樣子 然後沒有講地點 就是當天早上才公布 這樣 我是想說 可能 就是他不要讓你 就是說 我就找一個朋友在 在那個 市郊那邊 做內力這樣 然後就 搭便車到那邊之後 然後就 就請我朋友直接 載到目的地地 就是 就是會過夜 就花一天 會到目的地 然後 知道會過夜 然後一天你自己再想辦法 看你要去哪裡 或是我的家 這樣 然後會跨國 那時候想說跨國 因為我那個地方是在西南歐 是在德法的交界 我想說那是應該會去法國 因為就在隔地而已 這樣 結果不是 那時候是兩個人一組 然後我們被分到 跟另外一個也不是 德國人 就是也不是講德語 國語的一組 這樣子 就那時候都是用英文去 去招 那個便車 所以我們後來就 而且兩個都是男生 結果後來就 最後一名 呵 當天還公布目的地 然後 我那時候接力了九次 從早上十點開始 就是 搭了九次便車 這樣子 一路想辦法去搭搭搭搭搭 搭到我要的 一個 比賽的那個目的地這樣 搭了九次的便車 搭了一整天這樣 然後大概五百公斤元 其實還蠻 還蠻久的 然後 卡龍車是我回程的時候 就是隔天 我有的人去 回去 都再去義大利 去別的地方 那時候就是 就是 就是要回我 居住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沒有想說 我要坐火車回去這樣 那時候就是 再繼續搭便車 搭一天再搭回去 然後我就 在瑞士的時候 就有搭到 長紅車 然後大概是 那個 沒有花到半毛錢 然後就都有這個經驗這樣 而且那時候他還 我還看到那個儀錶板 他開到一百七十公里 在瑞士 哇 哇 這心臟都快跳出來了 呃就是這個是 目的地的那個國家呢 有一個城堡 呃 如果大家有學過德文的話 應該會知道這個 這個 是瑞士的意思 然後呢 這個 就是 目的地的那個 國家的名字這樣 然後上面就是一個 那個國家的國會這樣 就是這條路過去 就是那個國家這樣子 然後一直 賣關子 就是說 因為這個國家真的是 我們想都想不到 因為 誰會想到說 居然是 我們說 列支敦斯敦 這個超級小國家 可能很多人還不知道 有這個國家存在這樣子 它是一個很小的國家 它是在那個 瑞士跟奧地利中間 一個很小國家 然後它的特點是 它是 因為它是小國 所以它就是走那種金融的 避稅的天堂這樣子 然後它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它的那個郵票這樣 因為這個國家的特點 所以可能 有人會 特地來這邊 買他們郵票或是 進行欠天資料 那 那個國家小到說 大概 這個 三角下 大概就是他們 國土裡面其實不知道 幾分之幾 就一個很小很小的國家 這樣 比台灣還要小很多 然後 可以幫我轉到那個 Google Map看一下 那個國家的那個位置 我住的地方 可以幫我放大嗎 這邊 我住的地方 是在這個德法的交界 叫做卡爾蘇爾這個地方 然後再縮小一下 縮小 就是 這裡是瑞士 這裡是德國 這裡是法國 這裡是奧地利 瑞士奧地利是這一個 拍這裡 幫我放大一下 嗯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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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這個 這裡 這裡這裡這裡 列治推斯燈 然後再放大 再放大再放大 然後 就這麼小 超級小的國家 這樣 想都想不到這樣 就想到應該會去瑞士 或去法國 這樣就有到這個地方這樣 就是 覺得蠻特別的經歷 就是 大概很少台灣人 有跑去過這個國家 然後我今天的 就是 跟大家分享到這邊這樣 然後大家不知道 有沒有什麼 什麼問題 好 三分鐘休息時間 期待一下 可以搭配的時候 有什麼必須